由屏東縣政府社會處青少年中心 攜手熱愛街舞的青少年朋友 所舉辦的屏東街舞祭 結合街舞Battle大賽及屏東高校聯合舞展 吸引全台各地舞者齊聚屏東尬鼓 高手過招精彩絕倫 屏東縣長潘孟安出席頒獎 為年輕朋友喝彩 還沒入學就領先變成獎 好猛喔 潘孟安到場感受青少年舞力全開 青春活力的演出 更與現場的學生們一起跳抄洗腦曲 充滿記憶點的節奏 為活動帶來一波高潮 雖然跟不上年輕人的舞步 縣長還被孩世賣力演出 全場暴影熱地掌聲 潘孟安說 幸福鼓勵年輕人培養正當休閒活動 多接觸社團 不管是音樂 舞蹈 大家彼此交流學習都很棒 我們一直在培養青少年 讓家有一些正常的社團活動 所以屏東縣社會處青少年活動中心 我們特別每一年在屏東公園 有不同的街舞吉他各種社團 就是鼓勵年輕人多接觸社團 彼此互相交流成長學習 那彼此這樣能夠比較散發一些青春的活力 結合屏東高中 屏東女中 大同高中 平榮高中 陸興高中 屏東高中 屏東高宮 潮州高中 吉東港高中等八所高中職的街舞 成果發表演出《青少年揮灑汗水秀》舞技 現場青春揚藝 高中職街舞Battle大賽總召陳子全表示 他從原本是參與活動的高中生 到現在成為一個孩子的爸爸 很感謝縣府提供這樣的舞台 讓喜愛街舞的朋友可以在屏東交流 我們當初就是四個高中生 然後我們就想要辦一個屬於屏東的Battle 所以我們就懵懂懵懂的弄了 然後就一直一直持續的弄到現在 然後今年跟八小臉和舞展一起弄 我覺得很開心 然後可以帶著學生一起做這件事情 然後一起成長 然後在我們同學生上學習到很多新的知識 新的 新的理解 我覺得這件事情對我來說記憶很大 屏東縣政府社會處青少年中心 陪伴青少年朋友 連續多年舉辦Battle大賽 跟屏東高校聯合舞展 這兩大活動首次新手舉辦 熱鬧加倍 青少年以舞會有 一連兩天的熱力活動 嗨翻南國的夏天 記者張如英 劉建榮 採訪報導